好我們來看到現在台灣呢 是不是就是位在命運的十字路口 距離選戰倒數只剩下八天了 那當然就要有一些喊話了 好我們看到厚宜他說 大家必須要集中選票 藍白共同來促成政黨輪替 他說台灣正在命運的十字路口 賴清德說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他不是心裡有台獨 是賴清德他本身就是台獨 如果民進黨呢繼續的執政 台灣只會繼續沉淪 好我們往下看他繼續講說 國人呢給了民進黨八年 好為何不抓黑金 民進黨呢卻有一堆既得利益者涉嫌貪污 而賴清德說我跟黑金站在一起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侮辱 好同時他說啊選舉呢 只會靠著虛造故事 甚至來抹黑我的家人 選舉選到連人性都沒有了 為了贏得勝選用詐騙來騙選票 他說我們看不起民進黨 好現在看到呢民進黨真的為了選舉 是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目前呢在狂轟侯怡太太財產的問題 但是綠銀鳴嘴就爆出內幕啊說 如果真的要公平來比較的話 好那麼蔡英文她家的家產 真的是多到嚇死人 賴清德主張說高端的弊案應該查 應該來公開相關的合約 那麼趙浩康就來嗆賴清德說 如果確定蔡英文有涉案的話 難道你敢把蔡英文關起來嗎 賴清德打死不拆的別墅集違建 讓民眾嘖嘖稱奇 外傳四年要花七千萬的特勤 撤掉之後記者發現有便衣警察在現場 特勤和警察輪流顧違建 副總統的違建不拆 侯友宜太太的合法姿勺卻被追殺 媒體人吳子佳也諷刺 如果跟總統蔡英文的家族相比 那侯家簡直差很大 他們家的資產 大概是侯友宜資產的難以向背 沒有一千億也有五百億啦 蔡英文去組法律的目的 就是幫他們家管資產 不是讓他當總統的 而且他們家有一塊地 說內胡20年前好幾千坪 說五六十億 民進黨我真的看清幾年的嘴臉 這麼重要的一個選舉 居然用最廉價卑鄙的手段 來騙取行票贏得正銜 而趙少康也嘲諷 過去蔡英文陳建仁帶頭挺高端 但因賴早有心結 賴清德未來恐怕會鬥小意 讓他無法安全下樁 如果公布的結果 那高端的必案有蔡英文在裡面 那賴清德要怎麼做呢 是把蔡英文抓起來嗎 把蔡英文關起來嗎 他現在還要靠蔡英文輔選他 怎麼敢去查蔡英文 記得那時候蔡英文把榜輩捲起來 說我的什麼第一針 就讓給高端等等 那現在怎麼查呢 為什麼蔡英文要拍個廣告 要讓他劃壓 寫下投名狀 就怕他以後清算他 賴清德強調 說要鬥爭 蔡英文完全是謬論 白信納悶 若政黨沒輪替 大觀的神秘資產 和高端的內幕 是不是永遠沒真相 謝謝張老師 李俊瑩 NCL組台北報導 侯市長這邊最適合的選戰號召 其實講簡單來說 就是把壞人關起來嘛 因為這個符合他一切的發展的人設嘛 然後也符合他的經歷 然後也是台灣社會 尤其是平民庶民百姓最在乎的議題嘛 雖然大家都講說民進黨貪污腐敗要下架 要特徵組 但這個題目大家都清楚嘛 可是大家更擔心的是像詐騙集團啊 像這個校園割喉案啊 像這樣子開始危害大家 生命財產安全的治安事件 其實才是人民心中最恐慌的部分嘛 那侯市長是警察出身 他本來就是辦案高手 連賴清德都說他是辦案高手 他應該要發揮大家這一部分的優勢 去強力訴求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這樣的訴求 對於台灣的選民 特別是中南部的選民是有用的 那在這樣的強力訴求的過程之中 應該會對選情有另外一波的幫助啦 所以我覺得 但我覺得目前 因為我幾次聽他 不管是在各式的演講會場 或者是媒體訪問的時候 也都慢慢開始強調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這是一個正面發展的方向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班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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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